不过清静 晚上 我们哪有时间不合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和观察有关系啊 静静 我有点难受 怎么了 观察他欺负你 我打他去 那嫂子就不会帮着你了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一到研究所 就被分到了观察的组里 几个信号都是他带着我做的 包括现在的预言信号 几年前他生病 把他托付给了我 现在他病好了回来 我以为大家可以一起干了 我以为他托付给你了 可他提出 他要离开索实号 为什么呀 他说 对他来说没有挑战了 还有身体的原因 所以你难过的是 以后不能跟观察 再做同一个信号了对吗 完成我 也许也会这么做 真是太遗憾了 本来我们可以一起完成的 我还有很多同事 大家在一起努力 但是我观察在 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 你们从事深空探索的意义 探索地球 和人类起源的真相 寻找其他可能存在的生命 寻找新的能源 甚至新的家园 增加人类文明延续的几率 我记得没错吧 没错 那所以不管未来 观察他会干什么 你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呀 虽然你们不再负责 同一个信号 但你们还是在 并肩同行 就像 我和你一样 虽然我们不在 同一个领域 但我们也是在同行 对不对 对 那就不要遗憾了 反正遗憾也没什么用 观察他才不会改主意呢 有个观察经常斗嘴 都是很了解他 那我们回家 我还要遗憾 静静 我本来在想 观察回来了 我可以轻松一些 但是现在 我大概要更努力一点 好巧啊 我今天也跟林姐说 我要更努力一点 成为一个更厉害的演员 去年不是已经拿了 最佳女主角了吗 那还可以再接再厉啊 你又不会只做一颗新鲜 对吧 我要拿更多的奖 而且你那么多奖杯 已经刺激到我了 你说万一以后有人 好奇余设计师的家属是谁 一茬 只是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人 那多没面子啊 静静 你夸自己 真的是越来越不着痕迹了 不会的 我赞成你的想法 我会想一想 怎么调整以后的路线 你跟余老师 虽然谈了两年的恋爱 但一直聚少离多 俗话说 恋爱容易相处难 真正相处过 才知道合不合适 本来啊 我还挺担心的 现在放心了 你啊 真的成熟了 本来没想过 被你这么一说 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于途 我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呀 你们这次一起住那么长时间 会不会忽然发现 性格不合呀 以前我教你打游戏的时候 都会天天在一起 早九点到晚九点 我每天六点就要起床 十一点才能到家 你忘记 你怎么博取我的时间了 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嘛 的确不一样 那时候我们相处的时间是白天 现在我要上班 在一起更多是晚上 不过 静静 晚上 我们哪有时间不合 我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怎么了 不知道 从一打仗就开始发错了 就是你 于途你不知道 他居然谈开了 我跟他说 哪天下班早一起去吃一家网红餐厅 他 他居然跟我说 要和女朋友一块儿吃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咱们办公室第一个脱单哪 居然是小湖 第一个 谁说他是第一个 周末 我请男人吃饭 关再回来了 给他见风 好好好 顺便 把我女朋友 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不过最近有个师哥动了挑战 我还在考虑我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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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宝 加油 潘宝 潘宝 你也是最棒的 一定要来哦 我